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看智琳那样 让全场超级震惊 下一秒她笑着说 感觉你想要我说这个答案 所以我这样讲 喂 整个又很幽默了 接着又借电影桥段提醒大家不要错过身边的小亲小爱 好像在说很满意自己没有错过与智琳的这段爱情 非凡娱乐整理报导